美股周四录得连续第五日上涨 纳指今年第32次创历史最高收盘记录 首次站在11000点关口之上 今日科技股普涨 科技龙头FAANG均录得不俗的涨幅 也就是大家所熟知的Facebook 苹果 亚马逊 Netflix 此外近期正在洽谈收购事宜的微软 今日也有不俗的表现 截至周四 标普外指出距离今年2月19日的历史最高记录 仅差1.3% 美国LPL金融首席投资官Rian认为 科技股强劲的财报和指引 表明纳指能够占上11000点是名副其实的 但值保守观点的华尔街分析师Jayden Pence认为 目前市场分化明显 主要集中在龙头科技股 涨幅有点过头 但如果出现回调 他会将其视为买进的机会 此外 今日航空板块上扬值得关注 原因是美国共和党将支持为航空公司提供250亿美元救助 美国总统特朗普昨日表示 他将支持一项向美国航空提供额外联邦援助的计划 他认为让航空公司保持运转非常重要 经济数据面 在周三公布了令人失望的ADP就业数据之后 今日公布的美国上周初请失业救济人数降至118.6万 大幅好于预期的141.5万人 然而最为关键的非农就业数据将在周五公布 如果数据惨淡 那么美股很可能终止近期的涨幅 如果您喜欢本期视频 请关注点赞并分享 下载APP解锁更多功能 我们下期再见哦